你好, 我叫Tom 我一開始的時候, 入了舞蹈 還要上妝 我的帖子就是要做一個團隊的角色 其實我大概是2007年開始跳舞 那時候會考完後就沒甚麼要做 我姐姐本身是跳舞 她有一天叫我一起去跳舞 我就一起去跳舞 那就開始了 跳舞 一邊跳, 中六就跳 中七就停了一年, 就A級 入到大學就參加舞蹈 跳舞 我覺得跳舞對我來說也很重要 因為她是一個藝術 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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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說是Hip-Hop 亦不可以說是House 是那個老師的自己的風格 我跳在House 其實House是一種Club Dance 原本是一群不同國籍的人 在Club裏面互相對跳 玩出來的 House Dance是跳一些House Music House Music比Hip-Hop 音樂快 Beat比較快 House Music比Hip-Hop 音樂快 House Dance House Dance Open 為了展示而要跳齊的舞 但跳舞不只是表演 跳舞譬如你自己弄個歌 你應該聽歌 聽歌有時會打頭 跳一下 我覺得跳舞應該由這裡開始 例如一弄歌 就已經要開始享受去跳 就要有這個概念 但很多時 例如我姐姐那年 大兩年的人都只會表演 但就沒有自己跳舞的快樂 我覺得這件事太可惜了 因為有很多朋友都入了舞蹈才跳舞 有些人可能一輩子就覺得 跳舞只是播出表演 可能我們看了很多明星 Ring 好像很帥氣 就會沉迷在那些 但他們從來都沒有嘗試過 或者嘗試自己享受音樂 不可以想在跳舞身上拿些甚麼 因為跳舞本身已經帶給你很多快樂 找不同的老師 又會矛盾 因為有些老師就真的只是播出表演 有些又會說一下跳舞應該要有些甚麼 有甚麼態度 我覺得有些老師是全面一點 這樣會好一點 其實我媽媽要自己排一間房子 其實很多人都反對 有些人就說自己排行不行 那些老鬼又會質疑 不認同 因為他們跳舞的年代 只有那樣東西 那他們就覺得應該要追蹤他們 這樣才對 但是我們有追蹤他們 但我們有一隻是自己排 一隻是追蹤他們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兩邊都有 反而我這樣才健全一點 所以有些人支持 其實跟出來做的一樣 你做每一個決定 一定有人贊成 一定有人反對 那我現在學到的東西 就是 如何去處理反對的人 就是Dance Hall 給我的東西 我覺得不是跳舞的東西 比較多 譬如如何處理人和人的關係 比我跳舞場面的進步更多 比我跳舞場面的進步 很多老鬼都說Dance Hall 是一個家庭 因為他們過幾月 每晚見 年度十一二點 是一個跟朋友一起玩的地方 多於跟他們一起跳舞的地方 反而在Dance Hall 我覺得不是跳舞 就是給我的開心 我由Dance Hall 拿回來的開心 不是由跳舞到來 是由跟他們一起玩 譬如BREAK 就是吹吹吹吹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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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那種 Saying the same thing Cut Over and over Cut That doesn't mean anything 我最喜歡的是跟他們 對 因為經常見到 那麼就 跳舞是我的興趣 但是我希望可以跳舞和讀書 都可以均衡地平衡到 希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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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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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